好啦 那大家還記得我們之前有這部 官邦爸爸贊助的這個東西Skin的影片喔 那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抽獎 只要你有在下面的影片留言處留言出這次Skin的 某個角色的一個 你喜歡他一點的話呢 那當然我們這邊就會有一個小小的抽獎 然後會抽出三個名額 那這部影片也有78折留言喔 應該算是近期內我的影片當中留言數最多的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最多的一部 因為可能以前有其他的抽獎 可能這個大家的一個留言也算是蠻踴躍的喔 好啦 那我們這邊就事不宜遲直接來做抽獎了 這邊我已經有找好這個留言抽獎的一個平台工具了 那這邊就直接抽出三個人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不做特別的條件限制了 這邊直接開始抽獎喔 看一下這邊 好了嗎 抓取留言 好 這樣子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按下開始抽獎囉 來 三個 三個 三個這個名額 GOGO 我們來看一下 好啦 這邊第一位是這個 Fenniky Fenniky 極地很美 會購入風極地 那如果有抽到空極地就一定買 好 那就 如果我們就爸爸的角度 希望你可以早日抽到攻極地 然後第二個是 HENYOU HENYOU 應該是YOU吧 水到真的很好看大姊姊的FU 所以你喜歡大姊姊囉 然後最後這個是 幼澄 幼澄 豐澳是獨有的核色皮膚 看起來很健康 所以你喜歡黑肉 呵呵 好啦 那就恭喜以上這三位喔 好啦 那我們的這個留言抽獎 大概到這個地方喔 那我們也可以再期待看看 未來會不會官方爸爸在贊助其他的一個獎品喔 HELLO 大家好 我是翁翁 好啦 大家應該會發現 跟右下角的畫面不一樣吧 沒有錯啦 我這個錄完影片之後呢 才發現 對 我的麥又沒有開 而且更尷尬的是中間還有幾場喔 就是 我當下沒有錄到 所以我又重錄 然後我都是講解得很開心 我還是 沒有發現 就等於說我是在沒有開賣的情況下 又再重錄一場 又再重錄幾場 唉 有夠白癡的 所以我們就用個小丑的圖片放在那邊吧 來啦 我們今天這一場的話呢 這個對手 是這個水舞女 然後瘋人魚跟這個光科學怪人 那原則上這個陣容的話 高機率都會是走一個偏坦隊 然後 瘋人魚應該會夠快 那水舞女可能會有意志 但未必他也有可能走一個最高速 那通常光科學怪人比較不會去撐到一個免疫符 可能會走破壞 暴走破壞 或者是暴走雜符等等的一個配置喔 那說句實話 這個開場 真的有嚇到我 因為我真的差一點 就被這個暴走一發給帶走了喔 說實在這個那瞬間喔 就是那個 我當下是有 還好剛好扛住了 那這邊的話其實一直都還算CD 就是 對面的一個 瘋人魚跟水舞女的二技能 還有瘋人魚三技能都還在CD 所以現在趕快趁著這個暴走 然後把這個 把這個水仙女補起來 然後呢 這邊就直接去拉我們的瘋流浪 然後 去把 先把這個瘋人魚給 給控住 然後這邊的話呢 再去控住水舞女 兩隻控住原則上 暫時戰場還在我們的控制之下 然後繼續 這邊就繼續來去控我們的 光科學怪了 那因為瘋人魚已經有破防了 所以在有破防的情況下呢 我們的這個 瘋流浪就沒有辦法去做到挑釁退條 所以就只能做傷害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邊我就選擇 1技能賭一個冰凍 那剛好這邊有賭到 那這邊就繼續 繼續控我們的瘋人魚 反正這邊目標就是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 兩個補血 其中一個收掉 那我自己會更偏向收掉瘋人魚 因為瘋人魚 畢竟她的3技能 是有可以接到破防的 在破防的情況下 接到光科學怪人 如果暴走幾次的話 是會偏危險 包含剛才那個低一下 如果低一下瘋人魚3技能 是有上到破防的話 可能我的這個水仙女已經不見了 那這邊的話呢 因為公條的關係 這裡2技能 就先 這邊先保留著 然後上個未命中 那這裡因為又一個暴走 所以我就決定拿來洗自己的一個CD 洗自己一個CD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拚拚看能不能 因為風人魚 攻條最多嘛 所以選擇去控他 那剛好 這裡的話呢 注意一下這個血條的部分 先控住我們的這個 光科學怪人之後呢 這邊決定 因為剛好有瘋人魚殘血 我們這邊選擇不要貪 直接先把瘋人魚給他收掉 所以這邊拉起我們的瘋流浪 然後直接不要貪心收掉瘋人魚 因為如果這邊點水巫女 有可能 因為他身上有護盾 有可能點不死 那沒點死 如果像他這樣暴走了 然後把瘋人魚給補起來 那其實就有點吃虧 那這邊我在看的是 因為我回想起來 開場的那個光科學怪人的那個暴走 那個連續凍三次 我在懷疑他技能到底有沒有什麼 西攻條 或是有沒有立刻獲得回合 看了一下 嗯 真的沒有 開場純粹是我衰 那目前到這個地方 原則上戰局已經進入控制 剛才會想要確定是因為 至少我要避免掉全部的可能性 那這邊的話呢 呃 看這個 觀察這個血量啦 那感覺水巫女比較好收 所以我們先把 呃 先把這個傷害 灌在水巫女身上 然後 拉條的話呢 就看誰的血量不好 水巫女就去補誰 然後呢 誰的攻條低 就讓我們的 光代理去拉他 然後進行一個 呃 這個 行動 然後做輸出 那這邊的話 收掉水巫女原則上 這場就已經結束了啦 然後我們就只是打殘局而已 這邊原則上不會輸 我們就直接 PASS過去了喔 然後那 下面這一場的話呢 這裡我有一點小小變化啦 我的這個 呃 火愛沃爾的符文 有裝了抑制 不是像以前裝集中 然後呢 我選擇使用 呃 水巫女作為隊長 是因為他有抵抗隊長 我希望 因為 呃 綜合上一場啦 這個隊伍原則上 我行動的 我先行動的機會不高 那就算我先行動好了 那 對面因為有 水巫女二技能消 跟風冷魚的三技能 所以 我還是有可能 就是 呃 應該這樣 因為 對面通常會先行動 那就算我先行動 如果對面裝有免疫的話 我這些角色 我並沒有消狀態的技能 所以 我等於說 如果對面身上帶有免疫 我就算跑得再快 我終究還是得挨對面一輪暴打 所以我這邊選擇裝抵抗 避免掉這個 呃 水巫女二技能的消 又或者是這個 呃 風冷魚三技能的消加破防這些狀態 那只要我扛住第一波的話 因為對面沒有免疫嘛 所以我只要扛住第一波 原則上後續都還算是在我的一個控制範圍之內 那這裡的話我選擇不去點 風冷魚有一點 這算是小細節 就是 風流浪他的一個 三技能的被動退條 是要打在 沒有破防的目標身上 才會有這個 呃 挑釁加退條 那如果對方有破防的話呢 就是一個比較痛一點點的輸出而已 所以這邊 我剛剛這邊的話就是 沒有讓火愛 火愛的一技能會破防 我選擇讓火愛去打別人 然後 呃 讓風流浪去做一個挑釁的動作 那這邊有二技能 因為 風冷魚身上已經有 掛有破防了 所以等於說下一集的風流浪是沒有辦法去做到一個 呃 破防 呃 沒辦法做到一個退條挑釁的 所以我選擇讓火愛的二技能去打 拚個退條 或者是拚個暈眩喔 那減少這個風冷魚的行動可能性 那這邊都沒有 這邊沒有問題啦 這邊的話 呃 因為我們的這個 風冷魚被我打掉了 那我們這邊接下來就來去打 光科學怪人 因為他頭上 他沒有控場 然後呢 他頭上也沒有破防 所以我選擇去點他 那這邊的話呢 呃 因為水烏女還在睡覺了 我們直接去打醒他的效益比較低一點點 就是比較沒有意義 我們這邊直接選擇把傷害做給光科學怪人 然後這邊的話呢 來拉起來 這邊直接做一個收頭 好 那剩下水烏女一樣 這場就直接拿下來了 所以這場其實我讓我的火愛 我的符文再稍微調整了一下下 應對不同的局面稍微做一點不同的微調 然後讓他去走一個開場免疫 拚 然後抵抗隊長 拚開場 扛住第一波 那這場的話呢 因為我的這個隊長 並沒有那麼多啊 那所以 應該說我常用的這個陣容的隊長的話 選擇沒有那麼多 那這一隊的話 大家有注意到 我剛剛有光板王也是改成特... 刻意 原本也是直接使用 呃... 暴走擊中 那剛剛也是刻意改成暴走意志 那注意到因為這個陣容高機率對面可能不會使用免疫符文 就是不一定每一隻角色都會使用免疫符文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我的開場其實就是有一個可以控場的優勢 那剛剛那邊有注意到就是 呃... 攻條的關係 所以我剛剛就優先選擇去控水烏女 那後面因為剛剛有注意到說 欸對面的這個光科學怪人不會先動 所以我就不用太害怕說 我的這個...呃... 光板王會在被破防的情況下直接收掉我 所以選擇先去控水烏女 如果剛才光科學怪人如果有可能會插隊 有可能會先行動的話 那我的光板王開場就會選擇先去打光科學怪人 避免我後面這個瘋人魚一行動 一把我破防然後直接去做到收頭的一個風險 所以...呃... 進場的話呢 其實你巨點戰場要打好啦 就是出了...可能要掌握幾個關鍵 第一個呢就是... 你的一個...呃...符文 並不能說一直使用同一套 可能要應對不同的情況下去稍微做一點點的微調 那其次當然就是使用技能啊 這個...呃...進攻上的一些攻條判斷 進場的時候攻條判斷的一些細節喔 就像這一隊大家如果比較有印象的話 我之前有特意的是使用類似的隊伍然後把這個水星技改成破壞符文就是應對這樣的不同的陣容 然後這一隊的話 那因為看起來雖然說對面的這個暗身會讓我的水...呃...水魔陣沒有辦法去放到一個防禦Buff跟回血Buff 因為他的這個...水魔陣的話呢他主要是走一個...呃...持續回血跟防Buff的 那我會選的這個角...水魔陣...呃...水魔陣呢主要是為了要去增加我們水滑板的一個追傷的傷害量 那...對面狀態也夠多的情況下呢 我個人認為這一場的我的火奧應該要是無敵的才對 那這邊前面當然我們就是一直去做一個魔 那只要可以先把暗神獸這邊收掉的話 原則上這一場就算挺穩的那這邊就直接先先點他 但這邊剛好運氣不好 呃...這個火魔陣一個連續暴走 然後把這個暗身補了一些些的血量 那這邊我選擇直接先做一個...呃...這個加攻 一個...不是一個加防一個Buff的部分 那沒有使用三技能是因為如果今天解掉太多狀態的...解狀態的話呢 有可能會讓火奧的補血量減少 雖然說在現階段的血量來講啦 就是火奧只要動到應該都是可以立刻補滿 因為對面傷害還沒有很高 不過還是...就是...呃... 畢竟啦...畢竟三技能是有CD 但是四技能只要挨打就可以... 就是只要挨打...集滿圖騰就可以使用 所以有CD的這個技能加上...這個解狀態 我更希望是用在...像現在這個情況下...更希望是用在...呃...我的角色被破綁的情況下去做使用 所以...呃...另外一個你想要在巨人戰想要打好的一個小重點就是呢...呃...我們在技能使用上面...不要一昧的去使用... 就是...不要一昧的去使用大招...不要一昧的去使用技能 要去想一下這個技能...會不會在其他的時間點使用的時候更好 像這個時間點我就在判斷... 我的四技能有回血...一技能也有回血...但因為四技能回血量比一技能還要來高 我剛才想的是我有點忘記...到底...我的水魔陣有沒有一技能的回血量增加 如果有的話...如果有的話...那當然用一技可能會再好一點點 那再來這裡的話呢...來各位... 等一下這邊我們會有一關鍵操作喔...來...大家可以看喔...這個地方... 來這邊等一下...呃...這邊先做輸出嘛...看看可不可以先把這個...呃...火魔陣給收掉...然後這邊解... 那這邊很可惜的我沒有解到破綁...如果這邊解到破綁的話...我會...我...我...我自己覺得會再更...更...更... 更...更簡單一點...那這個地方...因為我沒有解到破綁... 我不能保證...這個光鬼...會不會把我的水...水滑板打死...如果他把我的水滑板打死的話...我會稍微受到一點點...威脅的... 所以這裡我選擇賭...就是使用一技能...這個活躍的一技能...去賭暈...那剛好賭到了...雖然說這邊是運氣...有沒有...這個地方光鬼有暴走...所以言下之意...剛剛如果我沒有暈到的話...光鬼至少連動兩次...有可能會直接收掉我的水滑板...呃...我覺得啦...這...另外一個...打據點讚...你想... 然後提高勝率的方法就是呢...你的操作要對...無論這個操作...你是不是要賭運氣...你都...就是...剛剛那個局面就是什麼...剛剛那個局面就是...呃...我預想...對面...如果...如果...這個...對面的光鬼去...對我攻擊的話...我有可能會...扛不住...我有可能會...倒下來... 我就變成要賭運...即便他是在賭...但...我賭到...我...我高機率就可以贏...那我沒賭到...那是一個正常的事情喔...其實...包含在RTA啦...也是一樣...就是...這個操作...你不賭...你可能就是會翻...你可能就是準備要輸了...那你當然還是一定要賭嘛...你沒賭到...那你就跟... 那這場的話呢...因為考慮到...對面有這個...瘋狗頭啦...所以我這邊選擇...使用...還是一樣使用抵抗隊長...這個...水仙女的抵抗隊長...那...呃...我剛才原本在考慮...水狼人的位置...要用瘋鬼還是水狼人...那我這邊...最後選擇水狼人的原因呢...是因為我需要再更高一點點的續戰...以及他的二技能呢...防Buff跟速Buff...速Buff可以讓我行動的更多次...那...防Buff的話呢... 是...呃...一個抗暴盾的話呢...是去扛這個瘋狗頭...如果復活之後的那個反擊喔...呃...避免他打得太痛...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們先這樣...然後我看看有沒有一個好的時間點...就直接把...這個瘋狗頭收掉...這邊一定是先扛住開場之後...只要...呃...露露...一個...沒有免疫...馬上把他控住...然後就直接...就從頭...把他控到尾...不要讓露露行動了...那等一下...只要水仙女有二技能...呃...有三技能...就把他往那個露露身上丟...那這邊的話... 呃...因為如果先抓...這邊剛才如果先去抓光鬼的話...有可能會讓他反擊...然後上到破防後面還是會有點麻煩的...所以這邊我選擇...呃...去...還是先把傷害做在這個...瘋狗頭身上...那先把瘋狗頭收掉...然後再去收...這個...露露...那這裡的話呢...因為...我這個隊伍的話...主要輸出其實是來自於...瘋流浪...所以這邊我還在猶豫...要先打瘋狗頭還是先讓這個瘋流浪去做傷害... 給...打其他人...那這邊我去判斷一下...因為瘋狗頭他的一技能沒有破綁...所以... 換句話說我這邊就在先把他點死好了...他也...他復活之後也不會...就是...攻擊我也不會去對我造成破綁...所以我這邊在...呃...選擇到底要先點誰的...最後決定是先把這個瘋狗頭打掉...因為我身上剛好是...呃...保持有抗暴盾的...所以...受到的傷害是在可控範圍之內...那這邊即便...被...呃...被一個...這個...多段的一個...傷害啦...就是打起來其實還算蠻痛的...那這邊...光狼人選擇使用...呃... 我一技能去點...點這個光鬼...主要...水狼人啦...水狼人...主要是為了什麼...主要是為了要去...吸...剛剛我是想要吸...希望說讓這個光...呃...光鬼...去對我的水狼人上到破綁...那如果上到破綁的話...他就有可能會跳過風流浪先去打我的水狼人...因為水狼人跟他血量比較多一點點...那這也是...你想要在...在這個句點在上面提高勝率的一個小方法就是...每一個操作...最好都能夠去...往最好的...情況... 去做操作...剛剛雖然說...呃...最後的結果...水狼人沒有被上到破綁...那...即便剛剛那邊...有上到破綁好了...呃...應該說有沒有上到破綁...可能都不會影響那一次...的...這個...呃...勝負的關係...但是...呃...如果今天對面光鬼多幾次暴走的話呢...如果他突然矛起來暴走個兩三次...有可能就會因此...呃...我的風流浪就直接...不見...所以...每一個操作做好... 做好做主...就是會...是...變相的讓你的隊伍可以去做到更多的一個操作...更高的一個...生存空間...那同時也是增加更多的一個...這個...勝率...所以...呃...即便再小...再小再不重要的操作...也就是把他盡量做好...養成一個習慣的概念啦...那這個地方也是一樣...這邊是...判讀公條...那...我的水狼人身上是有破綁的情況下呢...我們就不要沒事的去點他...然後去增加傷害量...然後呢...因為剛才光鬼頭上有睡覺...然後睡覺的狀態... 他下了...這個攻擊是必中的...所以我才會大膽的去使用水仙女的一個E技能...那這邊就慢慢打...那一樣這個地方有沒有注意...來這裡就直接先睡覺...因為...下一輪會先輪到光鬼先動...那現在頭上有破綁所以...不要去抓光鬼...那...剛才對面頭上有睡覺...然後水仙女去做E技能...這個...打傷害跟冰凍...這樣拿...這場就...拿下來了...所以其實提高勝率...就點下的方式...就是把每一個操作都...做好...那...呃...激少成多的一個概念喔...然後... 然後這個的話呢...就是...原本...我以為我忘記...應該說原本我忘記錄影的一場...那我覺得他打得很好...所以...應該說我覺得這場打得很有想法...所以我就特別拿出來講...那...這邊的話我的一個素質是...這個...呃...水妮娜...這個水鬼怪公主...他是大概...三...綠字加3萬血...然後防禦大概加800多...速度是加150...是全版級的一套符文...那...為什麼會使用全版級呢...是因為他的一個...呃...應該說...為什麼想使用這個角色... 是因為對...我這個隊伍是要拿去打...雙子的...就是暗玄刀...火玄刀...跟水舞女這個陣...呃...暗玄刀火环刃跟水舞女這個陣容...那...呃...因為他的3技能...有一個...被控場的時候...減傷加上獲得回合會...立刻補血...所以...我是要拿他去針對...火环如果不小心控到他的時候...可以去對整隊做補血...那為什麼會裝全版級呢...是因為他的1技能就跟這個暗霍爾很像...他只要攻擊就會給隊友... 套盾...所以我想要利用這一點...然後...增加隊友的一個...生存能力...那...也不得不稍微提一下...就是他的那個2技能啦...他的這個2技能...真的...敘述...官方怎麼說可以稍微改一下...我每...我當初在用這個角色...我選下去的時候...我進場...準備要用2技能...才突然...才又回想到這件事情...就是...他的2技能是持續回血狀態...並不是...立刻補血...所以每次都...就是...他這個敘述很像是告訴你說... 喔...我要補你15%喔...如果是補15%的話...他其實就更符合我想要用這個角色的意思啦...但因為他如果是...持續回血這個buff的話...反而就會被暗懸刀給偷走...那...我的這個...水人魚是使用暴走硬爆...那大概是25000血左右...速度是...160左右吧...速度160左右...那...選擇暴走硬爆呢...是...防止就是...對面的這個...呃...火環...群打之後就可以立刻做到插隊... 幫隊友解掉破防...然後...最後是一個打手是水瑞琪啦...那因為水瑞琪的被動技能...第一個有抗爆...第二個有拉條...所以...然後再加上屬性上的優勢...比較容易可以扛住這個陣型...當然...我覺得我這個水瑞琪可以再把...這個防禦再拉高一點...可能拉到8900...這個勝率會再更...應該說表現會再更棒一點點喔...那這一場其實...呃...我的想法剛好...沒有太多付諸於...實戰當中...第一個... 水烏女直接打...直接2技能打拉...水人魚...所以...他就直接插隊了...就沒有做到那個...現在這個2技能打過來之後的插隊...然後去解破防這件事情...就完全沒有做到...那不過...這個問題也不大...因為呢...他就算打在水瑞琪身上好了...水瑞琪被動技能也高機率會提條...那也...因為這個火環的...被動破防...只有一回合...所以只要...水瑞琪行動就可以立刻去解掉...這個...破防Buff...所以問題也不會太大...那...這邊只要抓到一個空窗... 這場基本上就穩了...那...呃...因為...這場也剛好...這個...我們的這個水妮娜...我們這個水...水虛鬼犬...鬼瓜公主虛鬼犬...剛好都沒有被控場...所以也沒有做到...我希望他做的那個3技能...被暈...然後回血...但...護盾還是有勉強做到的啦...然後...呃...其實...這個陣型的話...水瑞琪的符文配置可以有2種喔...第一種就是...像我現在裝的暴走反擊... 拚的就是...呃...對面打我的時候呢...反擊如果...剛好去...做到緩速他接2技能就可以冰凍加...呃...就可以破防以外再加上冰凍的控場...另外一種是裝破壞...就是再更加磨一點點...那我自己更...更...prefer...更偏向...反擊一點點是因為...反擊可以做一點傷害...那...這樣的情況下呢...我就更有機會直接去把...就一把就直接把對面的一個...呃...呃...可能火環啊...可能按旋島直接... 直接收掉這樣子...那...破壞變成是我要打持久戰...那打持久戰...未必就會...占有一個優勢囉...畢竟水瑞琪雖然說能扛...但未必能夠扛到那麼久啦...如果對面...中間剛好一個比較...強勢的暴走...就有機會直接被收掉...那另外一場的話呢...呃...是這個...這個...用眾籌去切...水舞女這個陣型...那先說...強烈的不建議大家用眾籌去切... 兩個原因第一個...對面...對面的這個攻擊速度的這個...隊長喔...28%...我們就20%...他們的...速度長比我們快...第二個...他的激素...水舞女的激素...也比我們快...那...呃...如果你真的要切的話...如果你真的要切...那至少請各位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像我這一場的話呢...我是把我全身上下最快最快最快的符文...就直接...給到了暗...暗玄琴身上...然後第二塊的就給到光哈格身上...就是... 你如果...對面的激素...對面的這個...呃...隊長都比你還要快了...你還硬要打...那請你把符文真的拉得非常非常的頂...你才有機會跑...因為...其實會有很多攻...會應該會...就是...去強制限定說...這樣的陣型是不能用刷的...那...如果沒有強制這樣的規定...那你還要刷...那至少你要給對面尊重嘛...對面的...激素...隊長都比你快...你還...不給尊重...不用最頂的那一套...那你跑輸...不是活...不是應該的嘛...你跑輸...根本就是...你自己活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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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別人刷的啊... 所以...呃...就算你今天真的想要刷...也請你把最頂最頂的那一套拿出來...那真的跑輸了...就知道說...好...乖...不要刷...那跑贏了...就代表說...OK...你們的符文可能還是...你的符文還是比對面好一點點...因為...但凡...雙方的符文等級是一樣的...那你終究是會跑輸對面的...那你就只能賭對面的這個AI...耍...耍智障了喔...那...所以...其實...切贏的話...跑贏的話...就真的是運氣了啦...那...呃...還是會更建議大家可能... 再用...更坦一點的坦隊去...抹...或者是直接用更高的激速的角色去...呃...去做單點的突破也可以...但...就比較不建議是...在...激速又輸...然後速度量又輸的情況下...硬去切...那這樣翻車的機會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高喔...好啦...那接下來這三隊就是直接用賭的啦...那這邊的話...我們的無敵陣型喔...這個水仙人...然後...呃...水化博跟...火德...那這邊的話呢...就當然還是一樣開場... 直接還是先開免疫啦...直接還是先開免疫...原則上我們先開啟免疫就不用太擔心啦...因為...對面除了風化博的二技能以外...就沒有什麼太強勢的這個...小...當然這個水...呃...水神獸身跟火牛三技能...呃...的火牛還是有一個單消的...那這邊的話呢...剛才我的火德就不要先去用三技能...因為...第一個火牛已經開啟免疫...第二個火牛已經開啟三技能...所以...你群打他...除了不能挑到不能做任何傷害以外...他還有可能反擊去做到一個崩潰...然後...去做到一個... 控場的部分...所以這邊當然還是...選擇讓水化博二技能...消完免疫之後...再去...再去對這個...火牛做一個三技能的...輸出以及...控場...那接下來這邊...只要...原則上這邊只要先收掉火牛就OK...因為對面剩下兩個角色...並沒有多強大的一個...輸出能力...他雖然可以磨...但是我們的...水化博加上...水仙人...原則上可以保持這個陣型...不用太擔心他被...瞬間的...擊殺...那只要對面沒辦法瞬間幫我... 我們這個隊伍...就有一個...高度的續戰能力...以及...這個...坦魔的能力喔...那這邊...原則上...來...收掉...再收掉...風化博...剩下水仙人...就是...開啟自動...慢慢打...都可以...獲勝的一個...情況了...那我們這邊就直接跳到...下一場囉...那這場的話呢...同樣的陣型...但我們...一樣是用...同類型的...打法...就是...偏...毒...對...那這邊的...毒呢...我使用的是...火...火神秘加上...暗術妖的一個陣型...那這個地方... 開場...對面有上到一個...呃...對面的這個...風化博...有插隊...去使用了一個...三技能...我本來是比較怕他用二技能的啦...那這裡的話...我們選擇先去控火牛...因為...避免他去開啟免疫...以及...這個...崩潰來控我們的...角色...然後再來...因為風化博...已經使用過...他的一個...這個...三技能了...那這個地方...轉的話呢...我選擇...呃...轉給...火神秘...為什麼呢...應該說...因為...第一輪的...我們的這個...暗術妖...已經... 被...已經被...冷卻過了...被這個...風化博三技能千算萬全...冷卻過了...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話...呃...我們把這個...這個...暗術妖...通常我的combo會是搭配...暗術妖...暗術妖...二技能退完條...然後呢...這個...可能...火神秘在接上他的二技能...做到暈眩之後...然後...再來去...讓...再來去...洗暗術妖...暗術妖三技能...增加暈眩的... 十場...但因為剛剛這個combo已經被打亂了...那我就直接選擇把這個二技能...轉給...火神秘...然後直接把...毒的傷害量拉到最大化...然後...最後當然就是...再慢慢的去...慢慢...邊控邊打...因為...其實我們也不能肯定說...就是...中間到底會暈得怎麼樣啦...當然...剛才的狀況是...暈得還算不錯...但是...呃...正常的情況下...我就還是選擇...就是...保險一點...反正毒上多一點...對面多行動幾輪...他就會直接被自己...給...毒死了...啊...這場...也是這樣子...到這邊就搞定了...再來...最後這一場的話呢... 也是同樣類型的一個...隊伍...那這邊我就直接選擇使用...暗代理跟光德的...這一個combo了...那這邊我們就直接...開控控起來...那這裡的話...等一下會有一個...小小的操作細節...這個地方的話...來看喔...這邊的話...我們的這個...呃...光卡烏格被...被暈到了...所以...這裡的話...暗代理一定會帶上光德...那我們這邊就直接去點火牛...因為畢竟...火牛還沒有被...冷...他還沒有用過三技能...他也還沒有用過二技能...他沒有被冷卻... 所以剛剛那裡如果讓火牛行動到的話...那就有可能會讓他做到一個...崩潰...然後群跳...甚至是...對我們的破防角色做到輸出的危險...所以...剛才這邊的話...當然就是選擇是...讓暗代理去帶光德...然後搭配他的一技能...以及絕望符文...來讓...來把火牛給他...控住喔...然後避免他去做到一個...致命性的傷害...那當然...後面這個地方就沒什麼問題了...那當然如果火牛陷入暈眩的話...就可以去利用... 光卡烏格的一個...退條...然後去...去減少他的一個行動回合...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這個...去點讚啦...那...這個...完全忘記開麥...真的是一件蠻蠢的事情喔...那大家就...這一部影片大家就...就多見諒吧...就多見諒吧...好啦...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去點讚...就打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囉...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了...下一次...我是不是應該在螢幕附近貼一個...記得...開麥...的一個提示啊...好啦...大家...掰掰...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是...嗯...這邊...前面唸稿的方式...感覺沒有原本的風格好...後面RTA解說就舒服多了...呃...確實RTA解說的部分...我都完全沒有在看稿都是即興發揮但是...其實我從以前的影片...就一直都是看稿只是...呃...可能因為露出了那個...呃...頭像在右下角...所以你會感覺到...更明顯的感覺到我在唸稿吧... 那可能也是因為要錄頭像要顧及我的臉的時候 會更...反而在念稿方面會再更卡一點點啦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樣讓你感覺到變得比以前沒有那麼的損 但是其實我一直都有念稿 因為一直都有先打好稿然後去念稿 因為我覺得圖鑑吧 應該要就是...不是說即興是要你先在腦海中 就是Re好這個東西 那可能...擠個扁啦 就是...或許是我的稿沒有弄得...講得那麼流暢 但也可能是因為有的這個頭像的關係 那當然這個部分... 我可能再去... 之後可能再把稿稿念手一點感謝你的一個建議喔 然後這個二技能沒有補血喔 沒有錯我的這個水鬼王在介紹的時候 因為他的二技能是搶奪一個強化效果 然後另外一個是根據自身的體力 來去做這個...絕對傷害 那我把這樣合併在一起變成搶奪體力了 感謝你的提醒 對...水鬼王的二技能是沒有回血 所以魔礦的選擇記得不要選擇二技能的回復量增加喔 然後...再來下面這邊的話 感謝用來看我的...看我抽到光暗馬上開魔靈 就抽到光殺蛋了 好...恭喜你喔 然後... 老師會不會有另外一個設定能解決掉... 呃...二號... 呃...不賣掉二號速度的絕望跟迅速符文 目前的設置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今天你要不... 呃...你要不賣掉二號的速度的這個... 絕望跟迅速 那代表說你可能我們的挑選就是... 呃...挑選... 攻趴、體趴、防趴、暴率、暴傷等等的數值 可是這樣的挑法的話呢 這樣的排除方式 你就連四號、六號 或者甚至是一號、三號、五號 都有可能留下來這些符文 那一、三、五留下來的問題不大 重點是在四、六號你會留下固定屬性 所以...暫時還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除非官方未來是特別設置一個... 專對於二號屬性的排除 所以這個部分... 呃...可能要在等官方之後後續的優化了 請問少了水精靈控場可以取代哪... 用哪一支取代呢? 原則上... 水精靈是目前遊戲裡面最好用的控場 那如果你是一個新手的話呢 可以在新手活動那邊去... 用自選四星的部分去把它選擇起來 應該在我的這個魔靈的這個系列裡面有去提到 那如果你是老手的話... 就直接練一支吧 不要考慮因為畢竟水精靈這個角色在未來都可以去做到一個使用的喔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問題囉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題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啦 如果我有看到我就會回覆你 那如果你發現沒有被回覆... 沒有被回覆到這個問題的話呢 我應該也會用文字的方式去回覆啦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個地方 下課囉...掰